你知道一则乞丐开学校的故事 竟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 主政以后控制言论之路哦 然而啊 同一则故事 却成为多数台湾人的童年记忆哦 甚至是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 还曾经用这个故事 回应在野党抨击的疫苗乞丐说 他引用历史故事 武训心学表示 个人受侮辱没关系 百般侮辱都能忍 只要能救故乡人都无所谓 没错 就是武训的故事 武训啊 可以说是近代中国 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了 行企办学的故事 当然感动了无数华人啊 然而啊 因为伟大的毛主席 不开心了 就让这个故事啊 在中国大陆被封闻60年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让我们来聊一聊武训吧 武训是清代的山东人 因为家里穷到爆炸 再加上没有读书 所以时常招人欺负啊 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也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职业 只能够打零工或是乞讨度日 因为这样啊 在武训的心中 就默默下了一个决定 要办人人有书读的学校 因为读了书 就不会再受人欺负啦 立下了这个志向的他 就好像有了主角光环一样 用尽了各种方式挣钱 只为了半学堂 在行骑的过程啊 为了能够多赚一点钱 常表演给人当马骑 工人取乐 甚至是吃粪便 你没有听错哦 不知道为什么啦 就是有人喜欢看人家吃死 总之啊 受到了各种羞辱 只为了能够得到半学的款项 最后还真的被他筹到了6000文钱哦 在筹到钱以后啊 他到了当地的富翁家前面 富翁一家还当武训是个疯子 毕竟啊 你疯子当酒了嘛 怪不得人家 富翁也不理他 结果武训就在门口 跪了6天6夜啊 跪到富翁都看不下去了 只好问他 诶 你干嘛跪在我家门前呢 武训诚恳的回答道 我身上有6000文钱 想请这位贵人 能够将我开设学校的钱 放在你这边 贵人你心地善良 一定会愿意帮助贫苦人家的 富翁听完他的话 也为之动容 一口就答应下来 之后啊 武训只要凑满1000文钱 就会拿到这名商人家投资 十多年过去了 武训终于凑到可以办学的钱了 话说啊 这时候富翁如果把钱吞了 就省展开了 在钱凑齐了以后啊 武训就去借了当地庙里面的老旧空间 来去当教室啊 并且去跪求老师来教导学生 许多人看到武训这样的行为 也纷纷出钱出力 终于开办了以穷人就学为目的的学校哦 武训这辈子啊 总共开了三间学校 他为了筹措学校的经费 终生都在刑起 而且他也终生未娶 当然也有人劝他 哎你快点结婚吧 想不到啊 武训却回答说 不娶妻 不生子 修个一学才无私 嗯就算当初的学生已经飞黄腾达了 想要帮助他改善他的生活 他也将这些资源全部都给了学校 因此才成为了晚清及民国初年 教育人才的典范哦 国民政府签台以后啊 也把武训的故事 放在国小课本里面 成为台湾人重要的童年回忆 甚至在台南中益国小旁啊 直到今天还有一面墙叫武训墙 就是为了纪念武训新学的故事 可见啊 武训对台湾教育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深远啊 同样的故事在对岸 却引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哦 由于武训是20世纪初期 著名的教育典范 因此啊 在民国以后 不论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 都对武训的故事相当推崇 其中中国第一位留学西方 学习电影的知名导演孙渝 就对武训新学的故事非常感动啊 因此决定在二战结束以后 展开武训传的拍摄 当时对岸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同志 我们看后来的课本啊 就知道辅方对武训还是挺重视的哦 当然啊 拍这个内容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啊谁知道因为内战的缘故 武训传被迫停拍 后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啊 孙渝为了怕被思想审查 于是决定去找他的高中同学周恩来 以及一些共产党的核心人物 讨论一下剧本的内容 经过多次整容啊 武训传终于在1950年拍摄完成了 看起来应该是充满党的意志吧 电影《武训传》的内容啊 充斥着富人及知识份子 对于武训的恶意 因为他不是智 就骗他的钱 因為他穷 就不准他读书 甚至连陪伴自己的女人 都被村里的资产阶级 搞到上吊自杀了 到了晚年武训终于成立了学校 他却茫然了 从这些小孩子去读书 要他们去当官 去为穷人发声 但他们真的当了官以后 真的会为穷人发声吗 另外一方面 朝廷同意当地相亲的请求 为武训立牌坊 其实都是为了能够让武训成为清代 能够控制人民的样板 遭遇比台湾课本中的武训更加凄惨 影片中呈现了反动力量 还有既得利益者的嚣张跋扈 以及无产阶级面对这样的情况 只能够武装反抗无奈 影片的最后 武训将朝廷赐给他的马挂 丢到了地上 只期待这些穷人当官了以后 不要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样子 听完了以后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还蛮符合当时新中国 刚成立的政治氛围呢 我想当时的中国人 应该也会很喜欢这部电影吧 事实也是如此哦 这部戏在首映以后 就引起各界热烈好评 纷纷称赞这部电影 其中中国著名的教育家 董卫川 以及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 兼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 都称武训传富有教育意义 看来感觉应该是 呆久不了吧 啊想不到啊 这部电影才上映三个月后啊 就突然触动了 我们伟大的毛主席 敏感的神经 在1951年5月20日发表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毛主席这样说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 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同志者的 伟大斗争的时代 根本不去触及封建经济的基础 以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 反而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 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 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 就对反动的封建同志者 竭尽奴言必须的能事 这样丑恶的行为 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其实啊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毛泽东说的这段话啊 还挺令人形思的啦 确实武训的存在啊 是依附在清代科举制度上的事迹 而孙瑜其实也藉由改写结局 希望能够呈现武训 对成立学校的怀疑 来强调新中国 打破旧中国封建体制的重要性 但毛主席啊 似乎不这么理解的 所以啊 一场大批斗正式展开 共产党各路人马 开始一改之前称赞的风向 对武训传的内容进行批斗 甚至连导演孙瑜都自我批判 他说 武训传犯了绝大思想和艺术上的错误 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 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 武训传对观众起了 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 是一部对人民有害的电影啊 原来黑中国人的敏感神经 是这样萌生的啊 在独裁体制之下 只要主席觉得敏感了 全国人都要一起敏感 非得要人道歉才是 这是不是有点似曾相似呢 后来毛主席甚至大动作 派自己的老婆江青 前往山东调查武训的事迹 化名为李静进行秘密调查 调查后出版武训历史调查记 批评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最后导致了武训传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镜片哦 直到2012年才解禁 而当时参与武训传拍摄的人 后来在文革时期也遭到批斗 许多原本有大好虔诚的影视人员 最后都被迫放弃电影梦 中国电影团业也因为武训传背景 而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哦 在武训传上映的隔年 就只有8部影片上映前一年是23部 少了一半以上啊 就知道这件事情对中国的电影产业 打击到底有多大了 直到今天呢 要在中国拍摄上映影视作品 还是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思想审查哦 比方在2019年很多人爱看了 《沿喜攻略》跟《如意传》 都因为官媒的一句 推崇皇族生活就被禁播了 那你说现在的中国有不一样吗? 总结来说在国民政府课本中的武训新学 讲述着一个为了学生谋福利的傻瓜 表彰他的善行 并勉励学生要努力用功读书 救济穷人 似乎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 但孙宇所导演的武训传 却拆穿了国民政府立志外表下的残酷现实 电影《武训传》 诉说着晚清社会文化底下 帝国官员不问民间疾苦 穷人努力改变下一代 但却依然无法撼动阶级的无奈 提醒大家要珍惜 现在这个打破阶级 人人平等的新中国 虽然政治宣传的意味浓厚 但相对台湾的课本 这何尝不是一种对话与反省呢? 但即使《武训传》是怀抱这样的信念 还是被毛泽东的一篇文章 打成散播反动思想的镜片 这件事情最大的影响 就是后来成为中共四人帮之首的江青了 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也使毛主席开始逐步掌握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 言论的绝对控制权 几乎没有人可以反抗他 就算意见跟他不一样 还是要大声的说 毛主席说的都对都是我的错 这样实在是有点病态的社会啊 而只有一种生硬的社会 最终也导致了 饿死无数人民的政策杀人事件 至于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就留待我们下集分解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啰 欢迎你帮我们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中共建国以后第一部镜片 给两岸带来的政治风暴吧 一起成为一个Batman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